我們再次把我們手中的國旗 新中的國家高高的舉起來 用你最熱情的雙手 歡迎我們的韓國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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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感動感動 激情啊 前面都搖滾區啊 是天氣冷還是太感動 我怎麼雞皮疙瘩開始起來了 謝謝大家的熱情 哇 真的是雞皮疙瘩一陣一陣的 感謝台中地區各位父老兄弟姊妹 還有所有關心台中造勢 各位海內外的好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還有我們台中參選的所有立發委員 我們台中市議會大家長張議長 各位議員 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來到台中 非常非常的開心 今天來到台中 大家都在想 三子合體 三子合體 但是我究竟觀察啊 那個燕子喔 非常辛苦 她已經不是年輕的時候的燕子了 我感覺這五年下來啊 她把她的身 心 靈 全部投在台中父老兄弟姊妹 她是還好 認真的女人啊 最美麗 所以我們這隻燕子啊 現在有三分疲倦 七分美麗 讓我們幫盧秀燕市長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好 真的吃粿雞啊拜求頭喔 到了台中喔 盧秀燕市長這邊 我實在要講兩句話 大家都叫她媽媽市長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 盧市長跟每一個台中市民距離非常的近 大家到餐廳吃飯 到夜市去吃飯 你會有一種感覺 這個東西好吃不好吃啊 當你吃完以後 你覺得食物跟你很近 這個東西就好吃 吃完以後啊 感覺食物跟我很遙遠 吃過以後好像什麼印象都沒有 這個餐廳啊就失敗了 一個父母官 我們覺得這個市長 離我們很近 無時無刻 不再關心著我們 這個市長就是一個成功的市長 所以為什麼大家叫盧秀燕市長為媽媽市長 代表 在大台中所有的好朋友心中 盧秀燕市長跟大家距離很近 你感覺 市長 並不是高高在上 以前我當高雄市市長 剛報到有車子有司機 我們去跑突 一到了地點 我要下車司機說等一下 我幹什麼 司機跑過來幫我開車門 我說從現在開始 你不准幫我再開車門 司機說為什麼咧 應該的 我說沒有應該的 政治人物 吃這一碗政治飯 靠的是什麼 靠的選民一張票一張票投給你 政治人物 有了選民的支持 坐到那個位置 心態變了 高高在上 吃要吃熊掌燕窩 穿要穿LV名牌 進出要高級叫車 住要高級的票中 這不對 政治人物知道 選民把票給你 是一個希望 希望你 帶領人民過著安居樂業的好日子 所以 在高雄 我在高雄 我要求所有的司機 絕對不可以幫主管開車門 我們很虔誠 跟人民在一起 我看到盧秀燕市長 被稱為媽媽市長 我就知道 他是空前成功的市長 他的身心靈全部投在台中 所以四名朋友發自內心的 稱呼他為媽媽市長 這個燕子 看到他五年市長下來 五年前我們合體的時候 他滿頭秀髮 現在看到三分之一的白頭髮 我們再次幫盧秀燕市長鼓勵一下 好不好 至於五年前這個漢子 侯友宜 我最近看他幾次 漢子漢子 變成 留著滿頭大漢的男孩子 他一定搞不懂 看孫子的總統怎麼變這樣 過去什麼都好 大家查看 我不要你們支持侯友宜 我今天來要你們仔細觀察侯友宜 我沒有叫你們說 侯友宜全力停 先不用講 大家先看看這個產品 怎麼選一個總統 每天流汗 漢子變流汗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要忘記他有很多優點 說話也不會說 什麼都不知道 到底怎麼 講到最後 他的優點不見了 親愛的大台中鄉親 親愛的海內外的同胞 侯友宜曾經當選 全國十大傑出青年 當年千島湖命案發生 台灣同胞在千島湖 坐在船上被大屠殺 台灣派的警察 侯友宜 當年南非五官被劫持人之案派進去 侯友宜 40多歲 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警政署署長 侯友宜 22個縣市調查 民意調查 五星級縣市長第一名 侯友宜 結果今天 每天流汗 漢子不停的在流汗 被講的都傻了 頭都昏掉了 父子騎驢了 好可憐 還好 侯友宜是警官出身 臨危不亂 見過太多生跟死 他定下來 那一般人被媒體1450這樣子轟啊 各位好朋友啊 三天就抓狂啦 三天 受不了 人格 沒殺掉了 沒有信心啊 這到底是什麼選舉啊 怎麼不敢呢 所以我說 侯友宜市長他真面目是什麼 我請大家 大台中的鄉親們啊 看清楚 這次的選舉很奇怪 我自己舉一個例子 目前有四個人準備參選 見過最多生跟死啊 是柯文哲 為什麼 台大醫院急診室主任啊 那個病人送進來 生跟死啊 一線之間 看過最多鈔票的啊 看過最多鈔票的啊 是郭台銘 他光去年分紅就90多億 眼睛啊 親自看過最多貪官污吏的啊 賴清德 民進黨一大堆貪官 偏偏這些人天天都跟賴清德在一起 但是在生死之間徘徊了 是侯友宜 二十多歲 中山分局 刑事組組長 兩個人 接到線報 去抓壞人 他坐裡面 他的兄弟坐外面 到了地點一下車 砰一槍 另外一個行李 腦漿被打出來 後疑是組長 當場抓狂 踏著他的兄弟上去 腦漿打出來 開始去追 他看過太多生跟死了 但是今天選了總統 他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啊 姥姥不同 舅舅不愛 阿公萬壇 阿嬤也不說很開心 怎麼會損到這家 所以各位大台中鄉親 思考一下 我們要什麼樣的候選人 帶領著我們 台灣的未來 四年前我說過 一定要做到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台灣安全是誰的工作 總統 總統管什麼 兩岸 國防外交 人民有錢是誰的工作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院長要負責對內 把教育辦好 把經濟充斥好 把交通建設好 把自然工作抓好 行政院長要把社會善良的風氣 找回來 他們是分工的 所以我們今天選 侯友宜 我們希望 他能帶領了台灣 一條安全的道路 未來 在我們台中 鄉親父老支持之下 廣大的台澎 及馬海外僑胞支持之下 侯友宜當選總統 他要負責國防 外交 兩岸 我們希望他選出最優秀的行政院長 代理了台灣民眾 在全世界經濟不景氣之下 能夠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讓人民安居樂業 幸福快樂 好不好 好 我沒有叫你們支持侯友宜 我只有叫你們仔細想一想 侯友宜這個品牌 在這一段時間 太多誤導 讓人們 喪失了正確的判斷 親愛的台中市 所有鄉親 我們全台灣首善之區 台中 教育最好的 台中 風景最好的 台中 人情味最濃的是 台中 讓我們一起集中力量 選出最優質的總統 侯友宜 謝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市長 我們請所有的議員 以及委員們往後一下 我們一起熱情掌聲了 歡迎 我們所有 主席 以及我們的盧秀燕 媽媽市長 要陪著我們 紅友宜 總統參選人 進入會場 勇氣的 隆中 開開